近日 美国媒体披露 中共升级了骇客技术 对海外侨民和少数族裔的手机发起攻击 据纽约时报报道 多家网络安全研究团队 包括谷歌Project Zero、火眼、Velexity和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发现中共骇客近年开发了新的骇客技术 不再局限于攻击电子邮件等传统手法 而是设法利用安卓和苹果手机的漏洞 进而悄无声息地入侵手机 攻击对象主要是中国的藏人、维吾尔人以及海外的侨民 这就和中共目前全方位建立这种监控国家有直接的联系 很显然它针对外国的目标也要进行这样的事情 把这个个人的行踪、个人的信息掌握得非常清楚 过去苹果手机被认为安全性较高 但是今年8月 谷歌网络安全团队宣布 过去两年来 苹果手机用户如果访问过遭骇客入侵的网站 手机可能就会被植入恶意软件 每隔60秒 恶意软件就会将手机用户的文件、联系人、照片、位置等信息 发送到骇客指定的服务器 很多人开始讲 手机已经变成什么 最大的这个 监控设备了 因为它可以监控设备 你今天去哪里 你做什么 你这一条路走了几遍 纽约时报引述安全专家说 中共骇客攻击的对象首先是本国人 因为中共最害怕人民 第二大攻击目标则是美国 美国网安团队火焰此前指出 中共旗下多个骇客组织 包括APT-10、APT-40、APT-41等 常年大规模窃取美国的军事、国防、商业、公民、个人资讯等敏感信息 去年12月和今年5月 美国已将4名中共骇客告上罚庭 今年6月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Cyber Reason发布报告指出 中共政府支持的骇客还曾入侵全球至少10家电信运营商的网络 窃取了大量用户行踪、短信和通话记录 折射出中共数字监控无限延伸 各国如何应对成为当务之急 新腾电视综合报道